中文有个公案 叫野狐禅 白杖大师的故事 所谓是 错下一个字的转语 多无白事野狐人 你看这个因果 多么严重 说错一个字 这是教人 人家来向他请教 请教什么事情 这也是一位大法师 向这个法师请教 大修行人 还乐不乐因果 他的回答说 不乐因果 你看回答四个字 就错了一个字 古报 无白事 多得狐狸 出生到 无白事狐狸 这奖金大幅问题 可不是简单事情 所以我们年轻 听到这个故事 怎么敢发心奖金 那奖开始是更不敢了 奖开始比奖金还难 那奖金是有金座依靠 奖开始没有 非常容易犯故事 我们不敢发心 老师勉励我们 你们要不发心 将来没人讲经 复法就断了 你又复不复应果字 还要复应果字 讲也怕应果 不讲也怕应果 这怎么办 老师教我们 讲诸解 古道德的诸解 我们要是依照他的讲 错了 那他负责任 他诸错了 不是我讲错了 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所谓讲诸解 到以后 我们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经教里面 学的时间久了 才恍然大悟 这什么会是 这就是复讲 投一个复讲的 阿难尊者 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所讲的经 复讲一遍 不加一个字 减一个字可以 不能加一个字 没有自己的意思 这个好 佛门的世世代代的高僧大德 都是这个方法 锻炼出来的 真是情绪 恭敬 不敢有自己的意思 自己是凡夫 一凭烦恼没有断 这经上给我们讲的 妄想分别执着 我们统统没断 这凡夫 凡夫之间 跟自信 都是相违背的 你说这个东西多可怕 所以 学阿难 阿难佛教 我们今天依照经典呢 经典是阿难的复讲 依阿难做老师 我们复讲老师 这个方法 世世代代成传 一直到现在 我们在台中学经教 李老师 是讲古今大德的诸解 那是我们亲眼看到的 亲耳听到的 李老师有没有加自己的意思呢 没有 你是怕加错了 差点 但是 为什么 这好